除了交換新計劃、實習課程 旅遊學院還會為學生安排為期六個月的校外實習 讓學生了解業界的運作 而這兩年他們也加入文化遺產管理 和會展及節目管理 配合社會需要 同學如果想考入旅遊學院的時候 他們就要留意知清楚自己本身的性格 是否真的適合去接受這些挑戰 因為對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去接待人 是要一個很外向、很進取的性格 同學要知道 或者就算自己本身是比較文靜的時候 要考慮一下自己可不可以發展一個比較外向的性格 還有另一件實際的就是自己會否習慣以英語上課 以及旅遊酒店也需要一些英語作為溝通的語言 而學校方面也會協助學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另外我們都會 譬如有些中文中學的同學 我們都會給他們一個 如果是新進來的同學 我們暑假都會有一個密集的英語班 讓他們去習慣 去習慣一個英語的環境 有些同學就會覺得 素科會比較難 譬如商業數學和會計 我們老師都會幫他們補課 或者如果同學是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一些管理的科目 基本的科目 其實任何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應該需要 才可以學到一些更高一層的科目 在這邊 一班廚師正準備沙律、主菜和甜品 咦?為何這班大廚看起來這麼年輕? 原來他們是旅遊學院的學生 正在廚房進行質疾 Marco就是其中一份子 以前沒有進廚房的時候 經常在媽媽煮菜的時候 可能會指指點點 或者今晚想吃甚麼 其實都沒有考慮過 其實煮一頓菜是不簡單的 現在下廚之後 就知道了 其實每一樣東西 都是經過很多步驟 很多努力才能做出來 現在終於體會到媽媽 究竟煮菜的時候有多辛苦 雖然這些實習科目 有別於傳統要坐定定在課室的上課方式 不過同學都不是玩玩一下 很認真地聽老師講解 而且也十分珍惜親自動手的機會 做到一個良好的溝通 不用害羞 有不明白的話一定要去問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做到 學習的效率會更加高 這裡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很重要的基礎 其實外面如果要學回這些基礎的話 絕對是要一定的時間 還有我們現在在學習階段的時候 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些東西 到時外面跟別人競爭的話 我們競爭力會更加高 在旅遊學院畢業 在酒店業已經工作了六年多的Vivi 現在擔任一間酒店的人力資源部門經理 他就覺得讀書時候的實習過程十分之有用 加強對酒店不同工作的了解 尤其是在酒店行業 每一個部門之間的合作是很緊密的 任何一個環節斷了的話 其實整套服務是無法圓滿的 所以我們加入了這個行業之後 其實是令我學會了團隊精神 亦都要知道要怎樣大家互相協調 在人力資源部門工作多年 很多時候都要參加招聘工作 Vivi有一些建功的提示給大家 很多行外人都會對我們有個誤解 就覺得酒店行業一定是請一些帥仔、帥女 其實這個絕對是一個誤解 因為事實上我們不是真的要帥仔、帥女 但我們很講求一件事 端莊、義勇 其實怎樣可以令自己端莊、義勇 其實很重要的是 你跟別人說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眼神交流 會不會有微笑 例如說 假設你要面對客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知道 我可能要夾好一點頭髮碎 又或者是我的裙燙得直一點 其實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其實已經表現到你的那份端莊 其實我想酒店行業會比較著重的是這件事 而不是樣貌那麼簡單 她亦都叫年青人不要怕辛苦 辛苦工作雖然不太輕鬆 但其實是在武裝自己 我覺得人是需要在困難當中磨練 而年青人就更加必須得到磨練 無論是在職的業界人士 又或者是即將投身當中發展的未來旅遊大使 希望她們都好像Vivi那樣不要怕辛苦 抱著好客之道 為澳門的旅遊業出力 而旅遊學院也有不同的短期進修課程 歡迎有興趣的人士報讀 詳情可以瀏覽她們的網站